五个客人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要我做一道复古的官府菜 三鲜丼 里面有鱼 虾 蟹 这道菜呢 我一直都没有做过 以前做学徒的时候 跟着师傅后面屁股看过一遍 等一下大家看一下 我制作的时候会不会翻车 提筋是作为胶质丼的来源 提筋它很烧 我们要压两遍 第一遍呢 是去除提筋里面的烧味 第二遍呢 才是真正把它胶质压出来 第一遍的时间 冷水下去压十分钟 趁着提筋再压制 我们把鱼蒸熟 蟹同样把它蒸熟 虾把它搓水 你有没有见过手皮比脸皮还厚的人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个鱼蒸熟 把它切成小粒 让它等一下在制作的时候更好的去出胶 可以缩短一个压制的时间 二次压制的时间呢 我们水就要多一点 再给上一些姜 将冲大量的黄酒去去除它的浴味 大火上气压五分钟 再转小火压它三十分钟 要把它做成一个泥洞的感觉 时间不够是做不出那种效果的 海神你过来帮我把它鱼虾蟹拆肉 记得不要偷吃啊 好的 马蹄作为增加一个口感和提倦的一个原料 把它切成丁以后再进行搓水 现在的提倦呢 基本上已经软烂了 我们把这些葱夹出来 为什么夹葱不夹姜啊 葱煮久了会苦 来这时候再下我们的虾头 还有蟹 再利用大火把它的宣味煮出来 组织到这个提筋全部化成水为止 所有的精华和宣味都熬出来了 香 再用一个蜜肉把它隔渣 这里还有少量的提筋还没有融化 但是无伤大雅 它所有的味道都熬出来了 得到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精华 给上一点点的盐糖调味 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把有颜色的全部放到底部 等一下扣起来的时候会更好看 再下我们的鱼肉 增加口感的马蹄 再倒上我们熬熬的高汤 把它冻起来一碗 明天就可以出餐 焦制的效果非常不错 我很满意 服务员上菜 记得配一点香醋 都转重 它是肯定的 它是肯定的 不知道 也是肯定的 比较 汕 到底是肯定的 它是肯定的 healing